人生不同的階段會有一點改變 分開看得不像喔 站在一起超像的 真的啊 很像喔 因為臉型也很像 而且今天髮型剛好 就不約兒童同一個造型 好像可彤的臉 下面這邊尖一點 對不對 然後妳的這邊稍微... 圓一點嗎 是不是很像 可是是...好像耶 請問大意思就是 女生是因為化了妝 才會這麼像嗎 素顏一定會不像對不對 不是 因為他們像的部分是 是鼻子 嘴巴 還有口型 是很像 是啦 是整個口型 口腔 下半臉都很像 還有顴骨的高度都很像 他有一次被拍到 看點記得這件事 看點讀那篇新聞 沒有辦法再忘記 他被拍到什麼 就是他不小心 就是在玩水的時候 不小心走光 就是這樣而已 我重新找到我的定位了 妳最近燙頭髮了 其實一直...一直沒有直過啦 有沒有 捲了好幾個月 好幾年了 不好意思喔 一直忽視妳 對不起 好 歡迎兩位好 請坐 謝謝 謝哲卿像的這一位呢 其實我之前在電視上 看到謝哲卿的時候 我有一點覺得 可是我想不出來是誰 然後今天才想到 原來是這個人 可是我又覺得 他也更像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他很像剪場大哥 有耶 有講過嗎 因為眼角往下掉的關係 還有講話的嘴巴 他也是會一個嘴巴比較高 還有牙齒 所以有人說過你像剪場 比較少 OK 比較多是像今天這位是不是 還有更多的 還有更多的嗎 因為以前的時候 剛出來的時候 像以前我們跟寶傑哥他們出去 參加活動 他們就說這是我們 我們東森的那個唐哲壽民 以前啦 有一點的 有... 對... 後來就怎麼越來越淪落 回去到本土了 你有一點日本的樣子啊 所以你怎麼不好好保養 這個工作太勞累又有關係 不知道觀眾現在有沒有想起來 他像誰喔 那個... 小康勇 我不要... 親愛你... 親愛你過去開門 好 歡迎下一位 好 來... 心情上比較白一點的感覺 這位先生 麻煩你進來 你可以看地上... 這位先生 你跟大S見過嗎 見過 一萬次了吧 為什麼 你們是一起演戲嗎 有共同的朋友 對 而且是從小... 很小的時候 我們都在同樣的地方吃飯 同樣的地方玩 很常遇到 他現在的朋友們 你還跟他重疊嗎 現在你還有跟他做朋友嗎 比較少 比較少... 這位朋友是小甜甜的 聽說他有在我們節目講一下 他騙你擺東西給他的事情 他很會騙 所以你有被講過說 你跟謝哲青很像嗎 非常 然後你聽了以後 你知道謝哲青是誰嗎 我有因為他去注意他的節目 本來沒有看他的節目 對 然後被講太多次 就去找他節目來看 常常有人講 然後自己覺得像嗎 還滿像的 可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深度的人 所以他對於文化藝術那方面的研究 我本來就有一點點興趣 然後就滿欣賞他 你知道我們這位先生 他因為跟謝哲青很像 後來他也被邀請去講旅遊 真的... 可是你真的懂旅遊嗎 還在說怎麼樣 皮毛啦 可以講一點 硬撐啦 就算了... 而且很巧 就是跟他合作過以後 隔兩天 有一個學校就打電話給我 中部的一個學校 他說我是什麼什麼學生的委員 對 然後我們想要請你來我們學校 跟我們分享旅遊的經驗 我說找我喔 你確定嗎 對 你接了嗎 我沒接...我跟他講 我想辦法幫你們找找看 你接了就太像騙子了吧 因為他那個價錢 不一定喔 謝謝這位明星 來 黃靖 好厲害喔 所以你被講他上課是 會再瘦一點 對不對 還是說沒有特別的人提耶 OK 那謝仙 你可以移架過來 讓我們對比一下嗎 我是小以後 真的很像啊 對啊 有一個最像的表情嗎 笑起來比較像還是最像 大家好 我是文子工作者謝哲青 你們兩個先不像好不好 臭臉... 然後微笑... 漏牙齒一點點 好像是臭臉的時候像 還是微笑的時候像 我覺得是講話的時候像 OK 動態的時候 如果觀眾朋友有注意的話 就是... 電視轉到的內莎那會非常像 是 對 你自己都會殺到嗎 對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嚇一跳 你會覺得他上帝的時候 你會認錯嗎 我倒不會啊 沒有 很少會認錯自己啊 而且自己上哪些節目會記得啊 可是小孩子說他 有一次看到承翰臉 魔法他那支廣告 小孩子還以為是自己 真的 真的 有沒有 他就這樣講 有 他自己有講 他怎麼還在播啊 一看 猛來一看是我 所以你家裡面的人呢 奶奶... 奶奶覺得像嗎 奶奶有一天就打電話問媽媽 那個...你兒子挺厲害的啊 什麼樣的節目 這就坐一排在那邊 那前面拿個電腦 跟人家講這什麼... 什麼外星人什麼東西 那不是你兒子 那不是你孫子 OK 所以奶奶認錯了 奶奶一天到我亂認 一天到我亂認 一天到我亂認 有一天打電話罵我媽 為什麼 你怎麼那麼辛苦 兒子去拍那什麼戲啊 就是三立的 什麼戲 那個那種八點檔 他說那個很辛苦 我看他們每天沒日沒夜的 那是科俗也不是忘記了 也有了 科俗也有點...眼睛有點像 好 歡迎兩位喔 請坐 好 小麥 來 你跟這個即將出場 這一位相像的事情 是周杰倫也聽說過的嗎 他有聽 但是一開始不覺得 後來他覺得了嗎 他有一次是... 就他剛起床嘛 那麼常隨起 你在電影上看到這個人 就問他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想說 然後我在學...我在學動作 然後他說你在幹嘛 這麼早在那邊看什麼 我說你覺得我們兩個像嘛 結果看完就笑到倒在地上 你一插手以後 我就發現有點像 有點像 插手 真的 插手有點像 我本來還覺得沒有 結果他一插手以後就... 本來你覺得沒有 我本來看不太出來 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像到爆 因為要出來那位不太... 要出來那位是不太把帽子這樣戴的 所以我沒見過那位長這樣子 真的很像...很像... 小燕姐 我們歡迎這位囉 歡迎 是個舞者喔 舞者兼歌手 我聽說呢 大S在主持501大道那個節目的時候 這位仁兄有去上那個節目 對 而且他得到很高的分數 我覺得你不用遮了耶 因為... 沒有人不認得你 我不能用我的聲音講話 不能太大會知道 自己變一 自己變一 算了啦 你叫單位朋友朋友 我好辛苦 沒關係喔 我也知道 太帥了 他比較帥... 還有沒有一個這樣子的帽子 聽說過這件事嗎 聽說... 誰告訴你的 粉絲 可是你應該... 應該沒有在follow 結論的舞蹈老師這件事吧 對...當然不會曉得 是粉絲講了以後 有把他照片貼出來這樣 才會覺得怎麼像 我自己看都不覺得像 是看了那個照片 那些動作什麼 有一些角度很神視 他皮膚比較有緊繃一點 他還比較年輕耶 拜託 他才幾歲啊 是 小白幾歲 我34 你有34喔 沒有34 我可能是被他拉低年齡 OK 來 小白過來一下 來 我們對比 這個...這個很嚴苛的挑戰 先不要笑 臭臉... 臭臉 臭臉 然後請一起那個雙臂交叉好嗎 好像喔 像... 好像喔 你看 如果... 如果假裝那個趙哥 戴了這樣子的帽子的話 好像喔 傾斜這邊嘛 傾斜這邊 對 他傾斜左邊嘛 OK 左眼一點 可是我覺得趙哥殺氣 比他重很多耶 是殺氣比較重 可是如果去掉殺氣的話 真的太像了 是喔 就是一個 誤入歧途的大哥跟他的弟弟 這樣 就雙胞胎弟弟 一個是好 一個是壞 趕快來一句國馬 我覺得我可能講不太出來 或是趙哥... 趙哥講 然後我來做動作 要不然你想 放幾刀掉了 製作單位好不好 注意一下 下次年緊一點 等一下 太長了